懂了?小知识大事件! 风风雨雨 张可九是元朝庆缘人 他一生仕途不得志 他最擅长写散曲 他所创作的散曲大多是歌咏山水的 风格清新秀丽 例如他这样描写 浙江绍兴剑湖的风光 每听到画骨阵阵 紫霄悠扬 我就会想起家乡剑湖的春天来 四五月间 镜湖上的龙舟比赛 你争我夺 游人们则悠闲地喝着酒划着船 好像整个月王城的人 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出来了 在风风雨雨的清明节 柳絮满天 到处是泪积未干的伤心人 在莺莺艳艳艳的端午节 看热闹的人身上佩戴的花坠 都压断了长莺草 在月王山山顶的望海亭里 哪里还能看见月王山的郁郁葱葱啊 风风雨雨是指刮风下雨 比喻重重阻难或议论纷纷 如奥巴马依然经历着风风雨雨 困难不仅来自难驾驭的国会 其中一些保守的民主党议员 也可能会有所反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